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26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原标题 中国传播重工集团公司第718研究所原党委委员 所长谷建杰被开除党籍文章来源 中纪委网站于2018年12月23日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立场 据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 经河北省委批准 河北省纪委监委对中国传播重工集团公司第718研究所原党委委员 所长谷建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新查 谷建杰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取得加拿大国籍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会将单位部分收入记录法定账簿 形成账外资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款 涉嫌贪污犯罪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不间接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 胎域膨胀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 且违纪违法事实主要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后 属于典型的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新省纪委监委会议研究 决定及于不间接开除党籍处分 现意取消退休待遇 依法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并随案移送涉案财物 海外华人直播记者舒新采访了一位不愿露脸的海外华人 他说中共清除外国人和外国人家长 亲属和裸官担任重要职务 当然对国家安全利用有利 可惜中共总是双重标准 例如 中国国家领导人移民 加拿大不是秘密了 这今天有传闻中国外交部王毅部长的夫人移民 加拿大 还有习近平姐姐也是加拿大籍 郭文贵先生爆料王岐山先生的夫人是美国籍 希望中华委不妨回应一下这些是否是谣言 或者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 打赏和点赞 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